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小孩子的性别 她也大方承认是女生 预产期在10月底 外传她是透过人工受孕的方式怀孕 这点她的经纪人表示 就给我们一点空间 一切都是喜事 希望外界祝福 据悉 由于成功怀孕是期盼了很久的好消息 所以林依晨和亲友们都非常谨慎 不敢提前对外界公布 以至于如今 林依晨已经怀孕9个月 光产检就至少有将近10次 喜讯竟然被瞒得没露出丝毫风声 林依晨的老公林于超也在2021年9月27日 被媒体拍到低调返回家中 陪伴妻子代产 此前 林于超为账官家族企业长年待在美国洛杉矶 林依晨则一直留在家中 独自承担起照顾公共和婆婆的责任 由于疫情干扰了全球交通 从2020年开始 两人经常两地分隔 有时甚至半年只能见上一面 一向喜欢小孩的林依晨曾在自己的订婚宴上 大雀地表示希望能生一支足球队 然而结婚6年以来 他却迟迟没能怀孕 外界甚至因此传出他婚变的消息 为此 林依晨在以往的一次采访中 谈言自己确实承受了很大的传宗接待压力 林依晨身边的亲友也曾透露 他为了当妈妈煎熬的人受过反复打针 取暖 植入等人够受孕过程 林依晨在2014年10月29日和丈夫订婚 12月24日举办了婚礼 两人婚后一心求子 几乎每次受访都会被问造人成功的没有 终于在即将以来结婚7周年之际有了好消息 2019年 林依晨就宣布停工备孕 为了配合在美国工作的丈夫 他资了缓了自己的工作 经济人称他推掉的片酬可以改几栋楼了 但正如林依晨所说 有舍才有得 林依晨本就是嫁入豪门 自己这些年也积累了不少财富 钱对他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压力 更重要的是身份上的升级 但其实他从小就吃尽了苦头 1987年 5岁的林依晨从幼稚园回到家 看到爸爸挣脱着大行李带出门 天真懵懂的他问 爸爸你去做什么 可不可以带我去 爸爸没理他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别便是几十年 母女俩再未见过面 爸爸离开家后 妈妈独自养家 依然需要打多份工 却还是无力负担家里的开支 借贷 刷信用卡 四处遭人白眼 成了家里的日常 林依晨也很懂事 妈妈去打工 她便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 功课不忙时 她也会去勤工俭学 以此来贴补家用 虽然家里轻苦 但林依晨的学习成绩却很好 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 1999年 读高中的林依晨放学回家 推开门却看到妈妈倒在地上 早已神志不清 妈妈紧急送医后 被确诊是中风 是要马上做手术 林依晨拿着妈妈的卡去交住院费 却被告知所有卡里都没钱 就连信用卡也累积欠债300多万台币 慌乱之下 林依晨只好找亲戚借钱 才让妈妈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妈妈出院后再也无法出去工作 几百万的债务全部压在了17岁的林依晨身上 为了养家 林依晨做了详细的时间规划 一边读书 一边打工 绝不耐误一分一秒 恰恰是这种奋进和自律 一路督促着林依晨前行 后来实现了人生逆袭 即便需要打工 即便有家人的拖累 林依晨依旧成绩优异 是班里的血霸级人物 2000年 弟弟考入高中 却一直郁郁寡欢 林依晨细问之下才得知 弟弟非常想要一台电脑 但却深知家里的情况 所以只能闷在心里 林依晨很心疼弟弟 便开始找快速赚钱的方法 甚至焦虑到失眠 某一天 他路过捷运站 发现有人在宣传 台北捷运美少女大赛的信息 冠军的奖金丰厚 他便懂了心思 此时的林依晨已经18岁 长相清纯可爱 像起来灵气十足 绝对是美少女一枚 在经过了层层的选拔和比赛后 他顺利靠智商和情商拿到冠军 完成了为弟弟买电脑的愿望 因为这个比赛 无敌美少女林依晨被经纪公司看中 签约成了艺人 而林依晨签约的唯一条件是 不能影响读书 为了不影响成绩 起初的林依晨只接一些广告和MV 直至2001年夏天 他以优异的成绩靠入 国内政治大学韩文系后 才正式开始拍戏 2002年 林依晨的首部作品《18岁的约定》播出 同时还做起了主持人 18岁的约定反响不错 公司马不停蹄地给他接戏 林依晨也来者不拒 想赶尽还清债务 让家人过上游渥的生活 那几年 林依晨白天去上课 还利用课间背台词 分析剧本 晚上他就赶到片场 拍戏拍到凌晨 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各种心酸 无法与外人道也 事业风生水起 爱情却遭遇波折 原来 林依晨一进入大学的校门 便遭到男神学长的追求 他也成了甜蜜小公主 说了 进入演艺圈后 林依晨既要学习又要拍戏 每天忙得连轴转 压根没时间约会 男神学长很无奈 最终提出了分手 林依晨也错失了自己的美好处理 2003年 我的秘密花园播出 林依晨凭借古灵精怪的范小敏开始展露头角 第二年 我的秘密花园二播出 一举拿下3.7的收视率 成了同期电视剧中的冠军 这部剧让林依晨一夜红遍台湾 正式晋级偶像后起之秀的行列 不久后 飞越琴海上映 林依晨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一时间风光无二 暑假档《爱情合约》播出 不但聚火 主题曲《孤单北半球》 也缠连12周冠军 而这首歌也是林依晨演唱 《爱情合约》的热播不但让林依晨名声大噪 还让她认识了另一个男神 贺君祥 2003年 贺君祥出道的首部作品《七年集生》 便是和林依晨合作 两人算是老朋友 2004年的《爱情合约》 两人又分世男女主 长期合作下再次擦出了爱的火花 《爱情合约》爆火后 两人以情怼的身份上综艺接待爷 依然是一副你浓我浓的姿态 说了一年后 贺君祥转头就和杨成林拍了《恶魔在身边》 还对外澄清 再也不想和林依晨合作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一时间 林依晨仿佛成了笑话 关于两人决裂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这两年 公司新系华丽挑战力向后 曾立邀林侯继续同台 但均遭到双方的拒绝 林依晨的经纪人也表示 再也不会和贺君祥合作了 以后会各自发展 2005年 林依晨从国立政治大学毕业 率开了学业的束缚 打算大干一场 不久后 林依晨便搭档郑元唱 主演了恶作剧《之吻》 瞬间风靡一时 恶作剧《之吻》对9年后来说绝对是童年记忆 不知男女主 连多少主题曲也被带货 称霸KTV多年 而在戏外 林依晨和郑元唱也传起了绯闻 只是 主动的是郑元唱 拒绝的是林依晨 两人压根没戏 郑元唱还曾在综艺中曝光过 追求林依晨却惨遭拒绝的故事 确认了两人的关系 2007年 他再次搭档郑元唱 拍摄了恶作剧《之吻2》 以超高收视率缠连半个月冠军 刷新了偶像剧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 而这部电视剧也让林依晨的付出有了回报 在2007年的金钟奖颁奖典礼上 林依晨打破历史常规 成了凭借偶像剧拿下金钟事后的第一人 2008年《射雕英雄传》和《我的一弯面包》播出 林依晨依旧是他人难以超越的偶像剧女王 只是谁也没想到 六年拍了13部剧的他 身体早已跨掉 不得不入院治疗 因为长期劳动强度过大 林依晨的脑下垂体出现了肿瘤 不得不开刀 此后的三年间 林依晨放下工作一直在修养身体 三年间唯一的工作 也仅仅是演了一部舞台剧 发了一张专辑 直至2011年秋天 林依晨才带着 《我可能不会爱你归来》 打算重新开始 而在修养身息的几年间 他终于有时间好好恋爱了 2010年底 修养期间的林依晨 牵着陌生男子的首上街 被记者拍到了照片 照片曝光后 大家才发现 林依晨的男友是香港富豪郑佳瑶 2011年 林依晨复出 搭到陈伯林出演 《我可能不会爱你》 再次引起收拾狂潮 两人在剧中亲密牵手 勤吻又组成了新CP 坊间 关于两人暧昧的消息 也沸沸扬扬 郑佳瑶自然也有所耳闻 不久后 就有记者拍到 郑佳瑶和林依晨 在街头吵架的照片 关于两人关系破裂的消息 也层出不穷 果真没多久 郑佳瑶就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 无法忍受女朋友 和别的男人 搂搂抱抱 之后 林依晨的身边 又有了一位 叫林于超的新男友 林于超外表 斯文儒雅 气质感情低调 是台湾潜水器材公司的总裁 在美国有分公司 事业很成功 两人在林依晨表姐的婚礼上相识 随后展开电话聊天 慢慢陷入了情网 为了能配得上豪门男友 林依晨在南宁王播完后 便去了英国读书 拿到了英国伦敦大学的硕士学位 2014年10月底 林依晨和林于超 举行了订婚典礼 而林依晨之所以选择林于超 只是因为对方说 我出差时 你可以随时回娘家 不管是工作 赚钱 还是嫁人 林依晨始终未曾放下家人 也让自己身心俱疲 2014年12月 林依晨低调加入林家 从此成了低调的豪门媳妇 只是这条路一直走了七年 其中却有数不清的心酸 先是隐退后 她需要照顾婆婆和小姑 时常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示人 眼睛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等到2019年复出 拍小女花不弃时 网友就曾说 林依晨的女神形象幻灭了 眼里没了往日的光彩 沧桑感太重了 殊不知 因为常年不规律的生活 林依晨的身体一直不好 婚后寿命成为最大的难题 前阵子 林依晨在参加采访时说 任何你们能想到的方法 我都试过了 但就是不行 虽然林依晨说得很轻松 但只有经历过 林依晨痛苦的人才知道 备孕是多么煎熬 曾经的一代女神 又半生养活母亲弟弟 还未享受自己的快乐生活 又陷入了不孕的困境 实在让人难过 纵观女明星们的命运 那些曾经登上巅峰的风光 也逐渐被婚后的落幕所取代 人生悲凉 无处不在 好在如今林依晨 似乎终于要守得云开剑月明 拥有一个期待已久的小宝宝 让我们一起静待她的回应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